獻花鞠躬向823抗戰劣勢致上最高敬意 蔡總統任內第三度前往金門 親自主持823戰役65週年公祭和追思活動 仪式結束後 蔡總統見到一旁的侯友宜停下腳步點頭致意 兩人全程都有互動 蔡總統還跟侯友宜說辛苦了 另外總統也讚美後方的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如果沒有當年的823的生命 就沒有進入了台灣 身為三軍統帥 蔡總統感謝國軍保家衛國 而要爭取總統大衛的侯友宜 也在前一天就來金門 想鞏固傳統藍軍鐵票 甚至拋出政見 通電通氣通橋 侯友宜主張今夏新三通 上台後要在沒有國安疑慮下 積極跟對岸協商 但三通怎麼有點耳熟 金門馬祖從福建沿海地區 通水 通氣 通電 通橋 習近平在2019年發表習五條當中 提出金門新四通政策 四年後侯友宜隔海呼應 習近平 綠營質疑 驚嚇的通水已經執行 通電目前金門沒有電力不足問題 而金門使用桶裝瓦斯 通氣還要換瓦斯管線 至於通橋 根本有國安疑慮 刻意地去呼應 習近平這樣的一個 新四通的一個主張 我們對於整個國安的問題 我們是格外的謹慎 侯友宜拋政見 希望爭取支持 確先引發爭議 三星王岐城 永不台北參謀島